当当,先给大家看看我种成功的猫草 今天就用这盆猫草布置一下笼子吧 明明此刻还不知道老窝即将被掀呢 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咯 我看南方的朋友已经开始寒热了 而北方就在昨天还下了一场雪 一天之内我感受到了四季的变化 所以纸棉还是要铺的 接下来是提摩西草段 作为两种不同颠料的衔接 简单的铺匀就可以了 先放一个栅栏进去 一会儿会有大用处 接着是艾特加的爆花 铺满就可以了 你们可以数一下 我一共放了几种电料呢 接下来还是纸棉 这一步一定要压实一些 满满的一罐椰土倒在围栏的区域里 整理一下 这次选的是另一款的蘑菇屋 小鹿必不可少 营造出田园的氛围 这次的道路两边用花花装饰一下 一边用菊花 一边用云万物 这里再加一个围栏 一会儿放它的跑轮 雷兰里面放一些木栗进去 空白的地方用绿色的纸棉铺满 我真的太喜欢这个绿色了 接下来是鹅卵石 装饰小鹿的 再把猫草放到椰土上面 旁边种一些胡萝卜 放一只守护神小兔子 帮忙守护着这些小胡萝卜 还是装饰用的小蘑菇 小蜜蜂的厕所 明明的石盆 最后来一只小羊 跑轮不要忘记了 土地有点突兀 用苔藓衔衔接一下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把明明放进来以后 她就开始四处的打量着她的新家 然后我拍到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感觉就是 地主家的傻儿子突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了